自己不能夠相信我可以令到他們的婚禮可以停止 我不覺得我有這樣的力量去做 令到他們兩個可以分開 我不覺得人家如果結婚是一件對我來說很serious的事 如果遇上一個舊的朋友 我不會跟我老婆離婚 可能00後的年輕人們不知道陳冠希是誰 但是很多8090後還是認識陳冠希的 長相俊俏 天生自帶一絲脾帥氣質的他曾經風靡整個娛樂圈 毫不誇張地說曾經有一個時代屬於陳冠希 他被多個娛樂圈大腕看重力捧 從某種意義來說如果沒有燕照門事件 陳冠希極有可能會成為劉德華的接班人 如今陳冠希已經退出娛樂圈整整14年了 14年前因為陳冠希的一部電腦維修而引起私密照片的流出 一時間轟動了整個娛樂圈 很多當紅明星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 陳冠希本人一開始對此次事件並沒有很大重視 直到整個事件愈演愈烈 他發現已經到了他難以掌控的地步 儘管他坦言說會擔起責任 但卻似乎沒有做到 不然張柏芝也不會公開在採訪中譴責他了 那段時間是難過很多 一年前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他開記者之代會說 會用盡他一切能力去保護我們這群女受害人 他沒有做到 我們何來有安康 何來有可以賺出來 第一,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第二,我只可以用幾個字形容 他咯,貓哭老鼠家慈悲 你自己不承擔錯,不要緊 但你不要出來 裝保護我們這群女藝術家 此次事件中受到最大傷害的無疑是阿嬌和張柏芝了 這個事情出來之後網上對阿嬌各種謾罵 因為當時阿嬌走的是青春玉女路線 照片爆出顛覆了大眾的認知 阿嬌的形象一落千丈 事業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相對比阿嬌張柏芝算是比較幸運的 當時的張柏芝已經和謝廷峰有了幸福美滿的家庭 面對媒體的多多逼人還有外界對於張柏芝的謾罵 謝廷峰安慰張柏芝說了一句 沒事有老公在 謝廷峰這句暖心的話在當時給了張柏芝很大的勇氣去面對 因為有了謝廷峰的保護張柏芝在此次事件所受的傷害大大減少 陳冠希最後也是召開發布會在大眾面前承認錯誤並道歉 宣布從此永久退出了娛樂圈 在我身邊離開發布會有一個重要的決定 我會全力完成所有的決定 我會有到達到的 但後來我決定離開發布會 從香港的營業 我會在我身邊的工作 在社會和社會的工作 事件过后阿娇隐退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张博之和谢霆锋 依旧恩爱如初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就在大家都以为过去数年的厌照门事件 已经风平浪静时 却又因为一张照片而再次使娱乐圈掀起狂潮 照片中是张博之和陈冠希在飞机上的合照 据悉当时阿娇也在这架飞机上 阿娇在遇见陈冠希后直接选择换座位避开 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张博之不但毫不避讳还与他合照 这次合照事件过后 不久张博之和谢霆锋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的张博之也带着两个儿子消失在大众视野 时光飞逝如今事件过去多年 在隐瞒了十年后 陈冠希在采访被问到当年为什么不删除要留下张博之的照片时 他的回答谢霆锋都服 陈冠希气愤地说道 没有什么 那时我们正常交往 想拍就拍 关你什么事 此话一出也是惊呆了众多网友 时隔多年陈冠希还是一贯的不可一世 他的回答也是引发了不少争议 说起来其实当年这次事件 陈冠希也算是受害者 正如他所说的 他从未想过照片会被公之于众 而他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如今他们也都有了各自的新生活 虽说张博之和谢霆锋离了婚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现在的生活状态依然很好 张博之完成了他的三胎愿望 谢霆锋则是和自己的旧爱王妃过着甜蜜的小日子 阿娇虽然在和赖红国结婚一年多后官宣离婚 但过去的种种经历也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加勇敢和强大 陈冠希虽然退出了娱乐圈 但他的潮牌已经是世界知名品牌 他在努力地去做他曾经说的那句 要向世界证明 中国制造不低于世界制造 并且他也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情舒培 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曾经年少犯下的错误 已经画上了句号 如今的他们已经成长 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的人 该感到庆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